男星高乙翔上月27日在大陆录制综艺节目时不幸促事 享年35岁 昨二日高乙翔遗体终于回到台北 告别式也确定于15日举行 而至有间事业伙伴的卢翼 James 其实在高乙翔传出昏倒送医时 卢翼第一时间就订机票 没想到路途中就收到促事噩耗 情绪整个溃题 直到看到你躺在箱子里 那双大长腿还塞不太进去 我这才崩溃 卢翼也透露替高乙翔收拾遗物 才明白你真的累了 卢翼一路上从机场陪伴高乙翔回台湾到灵堂 好兄弟的情谊不言而喻 不过对于智友的促事 没有人可以接受 卢翼表示 下飞机 见到了浙江卫视的人 我立马想挥他一拳 觉得智友就这样走了真得可惜 也相当愤怒 不过见到高爸妈不但没生气 反而说辛苦了 你们也不希望这样 这时卢翼才收回脾气 因为善是你的legacy 我不能毁坏 而高乙翔倒下前说我不行了 听在卢翼儿里是满满的不舍 因为他所认识的高乙翔从来没有抱怨过工作 你真的累了 帮你回房间收行李的时候 你的暖气开得好强 你其实感冒了 对吧 才知道高乙翔当天可能是抱病录影 再次看出高乙翔对工作如此的敬业 卢翼也说 高乙翔从不展露光芒 反而希望把焦点灌注在别人身上 甘愿把自己那么大的块头缩小到不被注意 你没有小聪明 但你却拥有最大的智慧 卢翼最后也说 你要好好休息 要去对的地方 我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在天堂再聚 也承诺之后你家人的大小事也是我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